嘻嘻 先高一點 大家好 即興的晚餐Live 準備了材料 反正都是 快快和你們來個十五分鐘的Live 今天會做這個洋蔥 牛仔骨 牛仔骨 是昨天在Eugenia E的家燒烤 還有很多牛仔骨 所以我們繼續吃牛仔骨 回來煮洋蔥汁 上湯浸過菜 飯就煮好了 還有少許雞翼 就是我們這個忙碌一天的 家常快手晚餐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這個就是非常真實的情況 就是真的不是說 有些什麼 怎樣很 fancy的菜式 每一天晚上就是 咦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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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一個星期又開始了 即將又是很忙碌的一個星期 所以其實有時 你說我天天煮都好 都是總會有空白的時候 所以就 一邊切一邊洗一邊想 有時也覺得 真是很不好意思和你們開 但都不要緊 大家經常都鼓勵我 不一定要很直播 Oriented 總之大家都很喜歡看一些很家常的 所以就 很家常的情況就是這樣 清一下雪櫃 昨天吃剩些什麼 這樣 是不是 我相信 大家家庭都是這樣 這樣才真實 是不是 咦 聲音有沒有 可以嗎 我已經 差不多卸妝了 所以 快快手看看我們15分鐘 做不做得完 很快 做個牛仔骨 做個菜 有菜心 洗好了 薑 蒜 蝦皮 又是我經常都說必備 杞子 可以加少許海大牙做個湯 或者就這樣加少許肝魚 好 好 你看 好漂亮 這個 像小吃一樣 其實又不多 十多隻 十小隻 先炒香洋蔥 炒得有幾分鐘 再下蒜 這個就做一個洋蔥汁 這個洋蔥汁很適合大家做碟頭飯 好 看看你們的留言 Hello Wendy Next 他們未收到Macaruna 因為我未有空過 因為我回來要再撕回那個紅豆餡 你們記得嗎 我打算一會兒吃完飯 攪好 然後撕完就拿給他們看驚喜 所以沒有 他們未知道 Hello Wendy Sally Wendy Ivy Hello 大家 留意說Hi 晚安Alice 大家都很支持 其實很簡單洋蔥汁 我就喜歡炒香了 大家經常都知道 我很喜歡炒洋蔥的時候 就把所有會下的糖分 就下了在現在這個步驟 這樣洋蔥就比較香甜 下點酒 下點味淋 如果大家也有發現小朋友不喜歡吃洋蔥這個情況 都可以嘗一嘗這樣煮 他們就不會覺得洋蔥有股味 或者是不喜歡吃了 其實是要適當地下點糖 和洋蔥一起炒 我自己覺得給小朋友喜歡吃 還有煮到去透一點 軟一點 基本上 從小到大 三個都頗喜歡吃洋蔥的 可能做任何的飯 意粉 洋蔥豬扒 炒菜 他們都會吃的 這兩個星期都 未買到紅色洋蔥 不然通常我都會混合兩個色一起 好了 接著洋蔥粥就調味 少許水 不要太多 因為不想要用太多時間煮 翻結它 少許水 剛剛蓋過面 就好了 接著會下什麼呢 下些豉油 一圈這樣 接著 我們這些廣東菜 就是茶餐廳風味 下一圈茄汁 可以大火一點 讓它快點收結 其實我們還未加鹽 但我加了蒜粉 所以又有生抽 所以就看看 你看看喜不喜歡那個味 其實加蠔油也可以的 純粹個人喜歡 喜歡 有糖 有酒 有生抽 有蒜粉 有少許茄汁 那你就試一下 合不合味 OK 覺得可以加多一點糖 還有加多一點鹽 所以就有豐富一點的不同味道 少許黑椒 小朋友都OK的 大人吃的 我覺得可以加些胡椒粉 我覺得 大人吃嗎 嗯 好吃嗎 這樣呢 就可以 因為牛仔骨已經熟了 很快地 你見到我是喜歡這麼多洋蔥 是不是 其實這些算不算是中式牛仔骨 也不算是洋蔥汁 洋蔥汁 牛仔骨 這樣這些水量 看到就 剛剛好 如果不是特別要拌汁的話 這樣 把牛仔骨放進去的時候 它就剛剛掛好 看到嗎 就沒有了剛才的水汪汪 還有這個時間 都要保持著火大大 開到最大的圈 又不用最大的那一隻 嘴唇 放動 打包 好 收起來用這個碟裝 如果煮这个菜 其实带饭也可以 超棒 多些洋葱也是好的 不是?当菜吃吧 看不见你们醒了吗? 先看看 可以吗? 为什么? 讲蠔油? 蠔油必备的 Mandy 蠔油是每个 广东厨房必备的 好 我不吃牛 但只吃洋葱 好吃了? 我快抹一下锅 很快 炒菜 然后炒菜 然后饭 有点时间煮个汤 再看你们的问题 看看 看到口水都流 多谢 支持 是 Bugogi 酱油 韩式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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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订队 的朋友们都会知道 很担心 有时大家买得太多 一瓶二瓶的调味料 我尽量常用的 全部都在最嫩的角落 冰箱是没有什么 以前我的冰箱有很多调味料 我发现其实很浪费 过了期 有时就可能 今次想做这个 这个菜 就买 但其实你又不是经常做那个菜 所以其实也有点浪费 所以我都很建议大家 虽然这个就搭这个 这个搭这个很棒 但是如果 买之前想一想 我多不多用呢 买了之后 会不会那一段时间都记得它 因为有时的酱油 开了就要放冰箱 然后慢慢慢慢 可能你一年才煮两次 那五六十元的酱油 就放了在这里 接着就过期了 又发磨了 这样 其实就有点浪费 所以你看到我的甜味料 可能大家会觉得不是特别 很多种类 但是来来去去 就是可能辩咒一下不同的家常东西 当然有时 就是想吃一些日式风味 想又吃一些韩式风味 泰式风味 这样 譬如我一支鱼露 我一支鱼露都要用一下 我一支鱼露都开了 上次做泰国东西 看到吗 姜蒜 虾皮 不用太大火 不然会焦 你想想 其实你们都没想到 现在这样已经很香了 基本上你加了虾皮 櫻花虾那些 你可以少加些盐 我刚才看到有条问题 是关于虾皮櫻花虾 我一会儿看看 你放心 我是看到的 好了 那我们就拿了一碗菜 拿来 通常我喜欢这样 哎呀呀呀呀 还放入水 这样浸完菜 然后就有个腩 是不是也挺方便 超香 我们不一开始 就沾水不断煮菜 我都喜欢香香的 你看 虾皮有点金黄色 看到吗 不要太大火了 这个也要小一点 不过现在放菜 都可以 放着 先放这么多 就不要下水 其实你当然就这样炒也可以 但是如果譬如你上湯浸菜 其實你記不記得上次我就拿湯來煮麵 或者轉湯拿來做粉絲 或者濕濕的 這樣也不錯對不對 這個也是我最家常會做的東西 除了炒菜還可以這樣上湯浸菜 我之前都記得有說過 如果譬如我有菇 有大蔥 湯頭就更甜 其實爆香了這樣做個上湯 直接就可能煮些肉 煮些菜 煮個簡單一人煸爐 都不得了 好像都可以放光 因為我喜歡吃多些菜 因為待會我們都會下水 所以前後這樣下 還可以 但是當然 平時講究一點就最好 一次過全部下去 然後又有今早就吃剩幾條白菜 下午又放進去 看到嗎 這樣就調味了 少許鹽 兩粒糖 可以放進去 可以放進去 一點點酒 一點點 一點點 香一點 看到些菜心狂都差不多了 這樣呢 拿著 你不愛湯都可以 在這個步驟 只不過因為昨天還有少許蒙粉 所以我就特意做個湯 待會可以加上吃剩的蒙粉 這樣就變成不用再額外煮湯底 上湯出貓就是肩魚粉 加兩粒杞子 少許海帶芽 湯就甜了 攪拌完後菜都熟了 如果你說我的湯不夠 不夠攪拌 我可以多加一點 給大家看看 那些菜心狂 你看到它這樣 沸透了就已經熟了 這個很簡單 好 先關火 一會兒再看看那個 一會兒看看湯夠不夠 看善良煮菜 就像不像第一視覺 你們又煮我又煮這樣 平時就是這樣的 這個湯 這個湯應該剛剛好 我這個份量的露霧 直接把蒙粉放進去 待會兒 讓它吸收了醬汁 其實也沒有試味 嗯 確實好吃 哈哈 簡單 調味就好吃 哇 蝦皮很沉底 你看人家 你在做什麼 加一些 加一些蝦皮 不然一會兒把蒙子幹掉 等一下 有些薑 有些蒜 這樣 看到嗎 綠油油 都還好 讚好了 是不是 謝謝 好了 叫他們吃飯了 先關火 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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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鎖完了 是不是很棒 媽媽是不是這樣的 雪櫃有什麼不斷清掉 倒進去 只是會炒蛋 不要緊 慢慢學 只要你踏出第一步 有善良陪著你們 只要你打開這個頻道 你就會保持有靈感 嘩 先嘗嘗這道菜 可以先 高空吃Gina 多謝 快點了 Eugenie 稍後跟我上湯浸菜 融一下皮 好 大統華 時不時都減價 非常好 好 完成 碰到了 這個湯 看誰想吃 想吃飯也可以 想吃蒜也可以 把雪櫃都清掉 乾乾淨淨 奇奇利利 雖然我平時很少吃麵 我都試吃一口 給大家看 拌勻這個 拌勻這個湯 來吧 有蝦皮 應該煮幾粒杞子 好味 真棒 加米 可以嗎 這些簡單晚餐 你們快點 幫忙給我讚好 預定給你們聽 明天 香港時間的晚上 我的明天 今天 約了我的好朋友 又是大家都很喜歡他的 行走中的星學八科 我們又探討一下最近很熱的 這個學校問題 可以吃飯了 看到嗎 簡單晚餐 開飯了 一會兒坐下 再看你們的 訊息 好嗎 你看我掉了 眼睛 你看我已經沒有眼影了 明天早10點半 早上香港時間10點半 記得進來 只要你按了小鈴 應該不會錯過這個直播 大家記得幫我like share subscribe善陽的頻道 記得教小鈴 明天早再見 應該我都會做早餐的 如果今晚想到煮什麼 也夠早時間下來設計的話 密切留意這個平台 好嗎 我們就開飯了 拜拜 下個live見 記得幫我按LIKE BYE